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要来做这个 就是我们的芒果冰淇淋Mango Ice Cream 这个食谱所做出来的Ice Cream口感没有冰渣质 而且非常湿滑 很好吃 在个碗当中 敲开鸡蛋捞出蛋黄 这个食谱会用到三颗蛋黄 我们要用卡斯达 就是Custard的方式来做Ice Cream 在个锅当中 加入全汁牛奶 用小火来加热 之后 在蛋黄那里加入细砂糖 搅拌均匀 完全混合之后的状态是这样子的 看你的牛奶 如果开始冒烟 锅底开始有出现小气泡 而且注意看 它旁边边都会有小气泡 就要立刻离火 慢慢的 一边倒入 一边搅拌 这样子的方式叫做Introducing 把热的牛奶介绍给你的蛋黄 这样子才不会煮熟你的蛋黄 最后把它们立刻倒回锅当中 继续的用小火来加热 要用刮刀慢慢的轻盈的搅拌 这样子的状态呢 还煮不够 因为太稀 而且气泡很多 化馅也不明显 要继续的慢慢的煮 慢慢的搅拌 直到这样的状态 可以化馅 而且开始浓了一些 没有那么多气泡了 它可以粘在锅的旁边一些 这样的状态就可以了 不要再煮过久 立刻离火 把它们过筛到另外一个小碗当中 这样子可以帮助降温 而且能够过筛掉任何的颗粒 加入香草精 还有一些盐 把它们搅拌均匀 记得要注意不要搅拌到水油分离 好了之后呢 用一个保鲜膜来盖紧 我们要把它们送进冰库 就是freezer冷冻30分钟左右 在这个当儿我们来准备我们的芒果 今天我用差不多半颗芒果这样子 哇 很漂亮的颜色 先把它们切丁 这样子横切了再直切 然后把它们翻出来 然后把它们翻出来 哇 非常漂亮的 拿出大概100克左右 把它们切成小小的芒果碎冰 把它们放普通冰箱来代用 再另外称出240克的芒果 我们要来做芒果泥 把它们放进blender当中 加入一些白糖 搅拌 搅拌的过程当中呢 要记得用锅刀来翻拌一下 这样子才能够把它们均匀的搅成泥 搅成泥状就好了 不要搅成水哦 你看 非常的好吃 它是浓浓稠稠的 很香的芒果泥 颜色也非常的漂亮 把它们放进普通冰箱来 带用碗搅拌器 还有奶油都要非常的冷 今天我用的是动物性的淡奶油 要冷 开始用中速打发 最好开冷气来做 会帮助你很多 打发到你开始看到有很浅的纹路 而且它的纹路一下子就会开始不见的 而且开始变成浓稠了一些 可是还有流动性的 在这样子的程度之后 我们就要换成低速来打发 这样子出来的奶油会更加的稳固 继续的用低速慢慢的打发 来消掉这些大气泡 打扮到这样的程度就是差不多了 可是还软一些 因为它还是向下跌的 它的弯钩 继续的用低速慢慢的打发 在这个时候要很注意了 打发到纹路开始变得很深了 而且很浓稠了 你提起你的搅拌器呢 它是很直稳固的 可是后面会有非常小的尖角 而且你倒扣它是没有流动性的 这个是叫做中性的发泡 也靠近干性了 这样子的程度最好最稳固 测试的话呢 你可以用锅刀拿起来 它是倒扣了之后没有流动性的 这样子就很稳固了 把你的蛋黄糊拿出来 现在这个蛋黄糊放进冷冻式 也更加浓稠了一些 翻拌一下 之后加入三分之一的淡奶油 用这样子轻盈的搅拌方式 翻你的碗旁边和下面 翻拌到这种程度之后 把它们倒回你的 这个whipping cream的碗当中 继续的轻盈的翻拌 记得要轻盈 不要让你所打发的奶油消泡 翻拌到这样子的程度 没有两个颜色就可以停止了 现在加入刚才的这个芒果泥 而且放在冰箱冷冷的 是最好 继续的用轻盈的方式来翻拌 翻拌到没有两个颜色就可以了 这个是现在的浓稠度 有一点彩带型的 还有流动性的 好,现在把它们盖上保鲜膜 我们要来做第一次的冷冻 就是要冷冻大概两个小时左右 现在是要看你的碗的深度 还有你冷冻室的温度 我的冷冻室温度大概是-14 就是-14,15这样子 直到它的周围已经开始硬了 可是中间还是弧状的 这样的状态就可以了 用低速来打发 记得要用低速 沿着它的旁边 来把这些冰渣子都除掉 在打发的时候呢 要注意 动作要蛮快的 不要放在室温太久 要不然冰淇淋会融化 现在打发好的状态呢 是有流动性 有一点彩带型的 把它们往旁边 还有往下面的 都翻拌均匀 确保全部的状态是一样之后 又再盖上保鲜膜 我们要来做第二次的冷冻 第二次放进冰库冷冻 大概一个小时半到两个小时左右 我的冰厨我用一个小时半就可以了 周围也是一样 比较硬的 这次硬的地方比较多 中间呢还是软的 糊状的 继续的用低速来打发 现在你注意看 它的纹路变成更加的深了 比跟第一次 打发也有阻力 可以继续的除掉任何的冰渣质 也动作要快 不要让冰淇淋融化了 它的流动性开始变少了 比较浓稠了 这个状态我们就叫做Soft Ice Cream 就是好像你的Ice Cream Machine 所打出来的Ice Cream这样子 Ice Cream Soft Served 非常的湿滑柔软 现在加入刚才的芒果丁 把它们分布平均 之后搅拌两三下 让它们平均了就可以了 现在把它们倒入一个面包烤盘 或是长方形的模具就可以了 我的烤盘尺寸我放在下面 倒下去之后呢 把上面刮平一些 之后上面放芒果丁 来做一些的布置 敲敲两下来免掉气泡 之后继续的盖上保鲜膜 我们现在来做最后一次的冷冻 我的烤盘冷冻大概6小时 直到隔夜是最好的 那么如果你的烤盘越浅 冷冻的时间就越短 好了之后拿出来解冻 大概5到10分钟左右 解冻了之后呢 你就会比较好挖球了 哇看到吗 所以挖出来的球非常的可爱 这个食谱会比较容易挖球 如果你打发得到位的话呢 应该是很方便挖球的 不会硬到好像冰块这样的 哇非常的像广告 那我的这个冰块可以装四颗雪球 教你们一个方式 怎么能够挖到圆圆大大的雪球呢 如果发觉到挖了之后还有空心的 就继续重复的挖 挖到你觉得它满满了 看到纹路吗 ice cream的这些小气泡在里面 那么放上了ice cream之后 是这样的样子 真的很像mye的ice cream 放上杏仁片 还有一些的芒果块 那么继续的挖球 我非常喜欢这个食谱 它的口感很接近外面所卖的那种ice cream 而且更浓郁 更多的芒果口味 我非常非常的喜欢 因为在外面很难找到芒果的ice cream 现在来尝试一下 那么这个它的口感呢 外面是有一点融融的 里面还是冰冰冷冷 可是呢你是不会吃到冰渣质的 现在要来跟这个芒果块一起吃了 看到它的结构吗 里面这些是小气泡 加上这个芒果丁 还有这个杏仁片 搭配个芒果是非常的适合我 非常的喜欢这个味道 非常的好吃 我真的很想送你们来尝试一下它的味道 很好吃 希望你们尝试这个食谱 拍照来看哦 那么还没看我上个礼拜的视频 请记得观看 还没有订阅我朋友 请记得订阅我 还有记得关注我在我的social media 我的facebook 还有instagram 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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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